每年3到4月份是光复箱建筍的产期 而目前在黄昏市场前面的吉安浩克广场 有举办了光复所产的建筍行销展售会 持续到4月10号 想要购买新鲜直送的产地建筍 可以到吉安湘的浩克广场品尝到烧烤 或者是生吃的新鲜建筍 花莲县光复箱太大朗 是全台湾建筍最大的产地 即日起到4月10号 想要买产地直送的新鲜建筍 在吉安湘黄昏市场前的客家广场 就能够采买到最新鲜的建筍 好吃 太好吃 透过这样不同的食农教育的活动 让很多的农业不只是生产者跟消费者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参与的人去了解到说 务农事有多辛苦 我们在花莲的行销以外 还要带到我们的全国序 这也是我们县长 非常致力推展的 甚至于很认真的推展到日本 韩国跟全球各地 官方地区农会总干事也表示说 感谢花莲县政府光复乡公所 以及吉安乡公所 多年来一起合作 积极辅导建筍产业 更成为了光复在地 一年一度的年度盛事 每一天下午都会在我们的黄温市场的前面 这边做一个我们的建筍 筍农小农的实体展售活动 我想每到这个季节 就是我们光复乡太巴郎 一个季节限定的一个重要产业 就是建筑筍 我们目前我们光复乡的建筑筍面积有200多公顷 我常常一直觉得 我们光复乡的太巴郎建筑筍 它是分布在海岸山脉 花莲好山好水 而且我们的海岸山脉 空气特别的水质特别的 生长出来的建筑筍 是非常非常的优质 建筍行销即日起到4月10号 只要到吉安乡黄昏市场前的浩克广场 就能够买到最新鲜的在地产品 记者临结吉安乡采访报道